在我们学习完如何去为我们的python来安装第三方软件包之后呢 那这时候我们的python真的是变成无所不能了 是吧 好 那在这儿呢 我们来去让python做点复杂度比较高的事情 让它做什么呢 做我们的复杂数学计算 那有哪些数学计算比较复杂呢 那其实像高等数学当中的给函数求导 这其实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事 是吧 那python能不能做呢 怎么来去做呢 咱们来去看一看它的具体的步骤啊 好 那首先我们第一个事情还是要去做需求分析 那实现求导怎么来去用什么样的这个模块 是吧 那实现求导的时候呢 用什么方法 这模块怎么来编写 那这是我们需求分析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知道需求分析之后 接下来咱们就要使用第三方的模块来去实现 那实现完之后呢 最后我们还得来去进行测试 那这里面我们先来看需求分析 需求分析非常简单 其实就一句话是吧 来使用python来计算我们的这个函数的导数 好 这个函数呢 还是指我们的数学函数是吧 所以呢 咱们这边就要在网上去搜索 数学函数相关的这个库 好 那这边咱们要找到python能够求导的 并且对数学函数有关的这个第三方模块 好 找到了这个模块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要会 怎么来去把它安装上 并且来对待进行测试 那测试通过之后啊 那接下来咱们就是使用第三方模块 来去真正的去进行求导了 好 求导完成之后呢 为了知道我们的这个求导对不对呀 那在这边我们要安装一个贵图模块进行测试 那最后呢 我们还要绘制函数的图像 这个啊 就是我们整个的寻求分析了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来开始做第一步了 那找到python能够求导的第三方模块 那如果想找到它的话呢 其实你通过搜索引擎是最方便的 那因为我们发现什么 标准库里面没有这个功能 好 所以呢 我们这边来去通过搜索引擎来去找到 并且对它进行一个测试是吧 好 找到之后的话 我会发现什么 那有一个第三方模块能够支持我们的这个数学计算的 那这边叫做SYMPY 这是专门去进行数计算的第三方模块了 那咱们呢 可以来去看一看代码 怎么对它呢 进行一个安装 好 其实呢 我们的代码在代码当中 我们想安装这个模块的时候呢 其实可以用pipe3.10 install的这个方式来去进行安装 那安装的时候呢 如果你使用的是Jupyter的话呢 那你可以在前面的代码 那它呢 会自动调用我们的这个中段来去进行安装 好 安装完成之后的话呢 那这边我们就来对它进行一些相关的测试 好 那测试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去通过它导入第三方的这个模块里边 最主要的函数 哎 谁呀 求导的函数是吧 好 那from symbol Python 来去导入我们对应的这些函数 好 导入之后的话呢 那这边我们去看它的官方网站 好 它说了 我们要想求导的时候呢 主要的这个做法就是下面的这个做法 好 那这边我们就参考它呀 把这个程序复制到本地 看看能不能执行 好 能执行了 那接下来咱们就开始真正的去求导了是吧 好 那真正求导的时候我们看 它的定义方式是这样的 那这边我们数学的xyz这些符号 那这边它必须要先能识别出来 所以呢 x等于symbol x 我定义一个x 我要想对这个求导的话 那这边我们要写一个关于x变量的这个y的这个变量的一个表达式 好 那这边我们要把表达式写在这个位置 那接下来我们去求导的时候 类似于想把什么呢 把我们的这个类给它实力化一样 那这边在开始求导的时候呢 我们要调用这个do it来去对它进行求导 那这里边的话呢 我们甚至可以把什么呢 可以把x的值给带进去 咱们来去求这个y的值 看看对不对是吧 好 那这个呢 其实就是怎么来去测试它是吧 好 那我在这里边呢 去编写程序来去实际对它进行一个测试 好 那编写程序的时候我们怎么来编写呢 那这边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我的下边的这一行是吧 好 那这边我们先导入这个模块 那这边导入一个求导数的这些功能 还导入一个什么呢 这个symbol 是吧 一个符号的一个功能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编写如下的这个程序 导入之后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如下的这个程序 好 这个程序的话呢 我们说了 from这个symbolpy导入成功之后 那这边我们把x就定义成我们即将运算的一个符号 这边我们其实使用什么呢 把x定义为同名的这个变量 这样比较好理解 是吧 好 那这边x关于y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数学的这个公式呢 那它应该是y等于x的平方加3x加2 那这是我们的关于x这个y啊 它的一个曲质 那求导的时候我们怎么来求呢 那这边我们就直接用求导的这个函数 是吧 好 那这边是关于x和y的 那我们第一个先写y 第二写x 好 那这边我们像初始画我们的这个类一样 是吧 把它实力化一样 那这边我们把它复制给变量d 然后再去调用d.do it 咱们来让它运行 好 运行完成之后啊 我们确实得到这个结果 是吧 好 那这边咱们去看 哎 这个导数的结果是正确的 2x加3 那我这里边呢 咱们再去代入一个x 咱们再来看看 发现 我们把x代入进去 来去进行求导 2x加3 结果确实是正确的 好 我认为什么呢 这个公式就对了 是吧 好 那这边你看 咱们可以拿这个python 就可以去应用到我们的数学领域了 是吧 好 甚至咱们要去用的这个深度学习 我可能需要去设计到数学计算 好 没有问题 是吧 咱们可以通过第三方的模块 让你的python做很多很多 好 那这边我们说了 咱们虽然看到这个结果 但这个结果不止观 不像我们去什么呢 拿这个纸和笔去计算出来的这个结果 我拿纸笔去计算的时候呢 我可以去画这个图形 是吧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其实可以去想办法说 把它给画出来 怎么办呢 那这边我们可以继续去搜这个s&py 好 搜它的时候呢 我发现它有一个叫做plotting 这样的一个功能 这是进行画图 是吧 那这边我们把它入进来 那这个很长了 所以呢 导入进来 我们就直接把它叫做plot 是吧 好 那它去画图的时候是什么呢 是x 在-10到正10的这个范围当中 我们的这个y对应的一个曲值情况 好 那这边咱们把它写出来 然后我再来运行 好 你看我的这个图啊 就也被画出来了 是吧 好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坐标系不够合理 是吧 你可以再去把这个范围给它扩大 是吧 比如说-20到正20 那不断来去调整你的这个图形 直到你觉得什么 我的这个程序符合我的这个要求了 或者呢 我们这边再去叠加我们的这个新的这些线 是吧 然后这样来去实现我们对python 对我们的这个数学程序的一些掌控 好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怎么来去编写程序 并且测试的这样一个过程 好 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我基于官方文档 这个白色的字 那这边我去写出了我们的这个黄色的这个部分 就是 关于我们的这个x 那这个y 它的这个方程该怎么去写 好 写完之后的话呢 我带入对应的一个值 来去进行了一个验证 好 通过这样的一个小的这个示例啊 那这边其实带大家去了解了一下python 如何使用我们的这个第三方库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故意挑了一个比较难的领域 就是数学领域 是吧 好 那这边我们发现python也可以去胜任我们的求导这样的一个操作 好 那它胜任这个工作的话呢 我们甚至可能对数学求导的这个基础知识啊 可能大家都已经逐渐遗忘了 但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官方的案例 以及呢 它这个比较简洁的方式 咱们发现 我们其实去进行数学计算 这个难度也没有那么大 那这个其实就是python 它的第三方库给你带来的一个意义